死到临头还尊硬 我要把你撕碎 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门 给我去死 太慢了 可恶 动我什么 凌迷也想击中我吗 这小子怎么这么灵活 你玩够了没有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只需一枪就可解决问题 别着急 我还没发挥实力呢 我可不像你一样躲在暗处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男人 小子 刚才只是热身而已 现在我们 我可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大哥 兄弟们 臭家伙 你们站错队了 秋风扫落叶 饶命啊 想要闹事 最好看清楚你们的对手是谁 还有你 什么 这个感觉是不好 作为一名医生 得时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你对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打开了你的排气系统而已 调理肠胃嘛 对了 唯一的副作用 就是浑身无力 持续排气 估计会持续 两三个小时吧 那就不打扰你放屁了 人应该相信 找到了 小妞儿 好久不见啊 待会儿 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啊 不要掩饰你见到我的激动之情 在你老公面前 还见外着吗 你胡说什么 可以 给我干掉他 到头来还得是指望我呀 交给我吧 见了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啊 难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真是的 坏了 风红 不要啊 抱歉 打烂了你的心脏 风红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虽然你之前好色又倒人烟 但是你总是在我身处困境的时候 不顾自己的安危 第一个冲出来 是我对你太苛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风红 快站起来 你不是很强吗 快站起来呀 给我站起来呀 很可惜 没给你英雄救美的机会 被我击杀的人 没有国的可能 虽然你已经死了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 这群人章 永远杀了我呀 你放心 你暂时死不了 但是你死定了 什么 你忘了 你怎么 风红没死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打输 你没有看第二枪的机会 我的枪 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的心脏已经被我打穿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到底是人是鬼 是谁派你来的 小子 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你很强 但是 跟他作对 不单单是有力量就可以的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那我风红就奉陪到底 让他放马过来 只是出生牛犊不怕火 你别想在我这里知道任何消息 你杀了我吧 杀人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 陈伯 人我已经控制住了 你可以来打扫战场了 啊对了 这案说辞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以后没我的命令 可不能乱跑了